突如其来超强威力震动 直接炸仙商店铁卷门 街头监视器画面曝光恐怖瞬间 塞西尔最大岛马埃岛周四工业区的 一座炸药库爆炸造成大规模破坏 根据外媒报道引爆地点 疑似是建筑业和采石业的相关仓库 存放四个炸药货柜 据传爆炸威力强度影响到 距离四公里外的国际机场 索性航班没有停飞 然而乌鲁偏逢连夜雨 这几天塞西尔也遇上暴雨 不少地区面临大规模淹水 塞西尔总统因为爆炸和洪灾 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学校关闭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外出 塞西尔由115个岛屿组成 尽管人口只有10万人 但旅游业为当地带来极大经济收入 近期碰上气候变迁酿灾 现在又有爆炸 恐怕让当地的经济来源陷入困境